拜 再拜 三拜 天气十凉 方式大吉有大利 新佛庚子年金龙太子摄氏于龙立 出发前信徒们特别举行祈福仪式 希望围棋两天热闹的神明烙进活动 一切平安顺利 天子堂所供奉的是一般的道教神明 祖神为金龙太子 并有福德正神 观圣地经等多尊 不过他被供奉一尊名为找到的阿美族祖灵 祖人表示 这位祖灵在世曾经到台东市照顾祖人 过世后附身在天子堂堂祖身上 祠神语 祖神温上 天子堂神明烙尽 有近五十位信徒随行 神教到达信徒住家 四炮生士奇 鸡童并起其祈福 信徒诚心膜拜 为了谢神祈求平安 有信徒特别准备大量的鞭炮 轰炸神教 炸的愿望并是愿望 其实这个轿子有分大轿跟小轿 大轿应该是正常是不会去放鞭炮 反而是小轿子说四人 四人住的是两个人都会去抬 放鞭炮的时候只是一个说 让神明高兴 我们只要帮忙抬轿子说服务 服务他说帮他去走这个信徒 其实鞭炮是蛮危险的 只要最基本的头 眼镜 然后口罩 耳塞 最基本的 保护自己的安全 其实也没有怎么说 只是别人被炸下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快感 这是短暂的 可是我们还会注意一些安全 一些防护措施 天子堂约有四十多户 居住在台东市 北南乡的主人信奉 主人表示 传统祖先以占卜 后有祭司祈福 信奉道教主要有感受到 道教神明跟祖灵的保佑 记者会听到 每年正月十五号元宵节 台东境内的庙宇振头齐出 众神明纷纷出来烙进 不过天子堂并未参与 台东市元宵节的游行烙进火动 选择自行一一道信徒住家祈福 让信徒真正感受到神明的保佑 颜色新闻 把握了台东市采访报导